现在一些居民小区为了防止乱停车 纷纷安装大量的隔离桩 可是如果赶上天黑照明不好 有一些标志不明的隔离桩呢 可能就会成为绊脚石 发生咬人咬车事件之后 该找谁说理呢 破损隔离桩要是不注意 分分钟就会成为伤人暗器 你看这个 有半截露出地面 再看这个 深色的隔离桩设在拐弯处 经过的车辆免不了刮蹭一下 而这个更是被车辆碾压的东倒西歪 估计汽车也应该伤得不轻 记者数了数 这个小区大约有几百个隔离桩 为什么会设置这么多呢 小区的隔离桩究竟是谁来规划 谁来设置的呢 安装隔离桩有没有统一的标准 记者就此采访了律师 假如说天黑 他没有反光标志 那么把行人绊倒了等等 那么按照我们国家法律的规定 他要对此承担迷失赔偿责任 我们要统一标准 我们要统一标准 不过来 好 那么不过来 我们要统一标准 有没有统一标准